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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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独站一起 身体健康最有型 欢迎现场最可爱的小朋友 嗨 最有智慧的老师 和我们同在一起玩游戏 最近小恐龙发生一件超级夸张的事 我们赶快来看看吧 小恐龙 这次不舒服 我来帮你扫好了 你先坐着休息 朋友想赶快把他扶到椅子上 好 谢谢你们 我现在全身都没有力气 站起来头就好晕 而且我肚子好饿 小恐龙 你太夸张了吧 你多久没吃饭了 我这两天只吃一个苹果 你生病了吗 为什么你只吃一个苹果 我没有生病 我只是在减肥 怎么 减肥 你身材又没有很胖 为什么要减肥 隔壁般的小华他说啊 你这个大胖子 你就是这么胖 才没有人要跟你玩游戏 所以我就想说要瘦一点点啊 你不要听他在那边乱讲啦 其实你的身材很标准耶 而且你现在正直发育起到时候你乱减肥 小心变成哈比人 哈比人 你太夸张了啦 我再饿两天都没有问题耶 更何况啊 我只不过 小恐龙 老师 小恐龙昏倒了 哈 小恐龙 所以就是为了减肥昏倒了 对啊 那现在如何 就是有一种偷鸡不着18米的感觉 后来老师有给我吃巧克力就好多了 好多了就对 看起来脸色好像也恢复得还不错 那我就要问所有的小朋友了 刚刚看到小恐龙这样昏倒 你心里头有怎样的感觉 觉得很开心的人打圈 不是这种感觉的人打叉 小恐你看看我们都一点都不开心 好 谁要告诉我你刚刚的感受是什么 来 俊杰 好 请俊杰来我旁边 好 请俊杰从这九个情绪连续里面选择 你的感觉是 很惊讶 为什么很惊讶 没想到有人为了减肥会昏倒 会昏倒 小恐龙就是 你刚刚一发现这样的事 你也觉得很惊讶的人 打圈 哇 我们真的吓了一大跳 对不对 好 谢谢你 请坐下 还有没有谁要告诉我 你的感觉不一样 一挺好了 好 请一挺从 情绪连续里面选择 你刚刚的情绪是 觉得很紧张 说说看 因为就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就是突然这样昏倒 那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哦 你有遇到过类似的事吗 没有 好险哦 如果是你在现场 你也会觉得好紧张的人 打圈我看看 大部分人都很紧张 真的哦 好 谢谢你 一挺 但如果是我呢 我觉得我就会很生气 为什么 因为你应该要是一个很健康的人啊 怎么会在学校的时候 让自己变成一个很不舒服 很虚弱 甚至都还昏倒的人呢 老师 我们刚刚说的情绪都是不大OK的 对 我如果是你们的妈妈 我看到 我如果是小恐龙的妈妈 我看到小恐龙昏倒 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会很生气 为什么 就会跟老师说的一样 我的孩子 我这么宝贝的孩子 他居然怎么样 为了减肥 然后结果晕倒了 那妈妈她除了生气之外 还会怎么样 很难过 对不对 因为你们是我的心肝宝贝 你晕倒了 我当然会很难过 那所以同学就想想看 那妈妈会难过 表示这件事情应该是怎么样 不太好 对不对 那大家都会想说要减重 可是原来不知道 减重减到最后会怎么样 会晕倒哦 其实晕倒还是小事 因为小恐龙它是怎么样 它是不是只有两天吃一颗苹果 对 只吃一颗苹果 那如果说像这种 极度的减重方法 有些人不只是晕倒 他可能就会送医 就会死翘翘 对 所以今天我们只是看到 一点点我们就觉得很恐怖 对不对 但是如果不适当的减重 会送医 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死亡 好 那我就要问了 你曾经听过你的同学 或是你的家人 或是你的朋友 他在减重的人 有听过这样的人 打圈 没有 我身边从来没有这样的人 打叉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一个耶 其实就将近一半了耶 所以是谁呢 迅鸣 我的钢琴老师 我觉得他没有很胖 就是还好 然后他就说我正在减肥 我正在减肥这样 你也 还有吗 还有谁要告诉我 刚刚嘉莉也是打圈的吧 好 你说 他 他什么时候是 怎么了 他不是两天吃一份沙拉吗 你说是什么时候 几个月前吧 两天吃一份沙拉 也是为了想要快速地减肥 对 就只有那一次而已 成功吗 没 没成功 所以老师 好像减肥这种字眼 常在我们身边的人 嘴里或是行动上面出现 对啊 但是我们也要判断说 到底有没有需要减肥 对不对 像刚才小朋友有说 就是他的钢琴老师 他觉得他想要减肥 但是小朋友觉得他怎么样 不需要减肥 所以这就是我们想 跟我们需不需要 两个是不一样的事情 不过为什么呢 总是有很多人心里 一直在想着减肥这件事呢 马上进行动动脑时间 脑筋转一转 一起玩游戏 图中有两组男生 和女生的体型 请各选一个 你最喜欢的身材 经过统计 现场的人 大部分都比较喜欢 四号男生和四号女生 我要来问咯 雨萱为什么两个都选一号 因为他比较瘦 然后呢 要小小的 所以你是小小的 你也喜欢小小的一号 跟小小二号 小小一号男生 跟小小一号女生 是吗 是 哦 好棒 请问选一号男生的 好像没有别人了 对没有 选二号男生的 是伯俊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他看起来壮壮的 嗯 所以你觉得壮壮的体格不错 是不是 好 那我想问 为什么嘉莲选的是三号男生 因为他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矮 刚刚好 觉得刚刚好 好 还有一个人选三号对不对 俊杰为什么选三号 因为他的高度比较刚好 比较刚好 所以你觉得四号怎么了 太高了 太高了 四号太高了 好 那我要请问了 这些选四号男生的人 尤其是坐在上面的这三个女生 谁要来说说看 为什么选四号男生 因为瘦瘦高高的 嗯 感觉 比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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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可是有十几个人选他 凌玉也是选四号男生 因为我觉得他很适合男生的高度 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矮 不会太高也不会太矮 刚刚到现在已经讲三遍了 三号也被人家这样说 四号也被人家说 可是五号都没有人选 好 我要进入女生国了 女生国选一号的是永祥 为什么永祥选一号 因为我喜欢小小的女生 所以一号女生的身高 跟你配起来刚刚好 哦 忍不住脸上都变粉红色笑容了 对 好 还有谁选三号 我 哦 小孔你选三号女生啊 为什么 虽然我就是有一百九十公分的高度 对 你知道女生如果太高的话 会有点压迫感 对 所以我觉得三号比较刚好 哦 是这样 但大部分人都是选四号的女生 四号女生 谁要告诉我 为什么选四号 连哲府都是选四号女生 为什么 因为她长得很高 你喜欢高的 你觉得你以后会变成四号男生那么高 所以就配一个四号女生那么高 我是不是很了解你 好可爱 我懂 我懂 好 我要再问一个女生 所以 佳萱也是选四号 为什么 而且两个都选四号 说说看 因为这样他们走在一起就是 感觉会有点像是 明星的男女朋友的那种感觉 这样的话大家的意见真的都会不一样 对 只是大多数的人都落在四号男生 跟四号女生而已 对 所以其实喜欢没有绝对性 喜欢是我们被塑造出来 假设人家告诉你说 谁这样子很帅 谁这样子很美 你就会觉得 这样子很帅很美 就应该要这样子 那只是因为老师在喜欢 跟觉得在健康有不同的想法 比如说我觉得健康基本上 不管是男生的二号 或是女生的二号 相对可能会比较不健康 因为我们的体重比较重 脂肪比较多 会比较不健康 但是不代表我不喜欢他 那你看你周遭的朋友 是不是每一种形态都有 那你喜欢的应该也都有 不同形态的人 对不对 朋友也是嘛 不代表外形决定了一切这样子 好 那说到这里呢 大家应该都有看过 芭比娃娃对不对 有 说到芭比娃娃呢 真的是很多很多女生 甚至男生觉得 理想的身材就应该像这样 所以大家看看 把我的头 配上芭比娃娃的身材的时候 就会真的 像这样的体格 是不是安全OK的 这种体格走在路上很容易跌倒 很容易跌倒 对啊 因为你看他的脚这么的细 对 脚踝 脚踝这么细的脚踝 他其实是不容易支撑他的体重 所以假设他走走路 不小心路面不平的时候 他可能就很容易跌倒 跌倒以后呢 因为你知道太瘦的人 骨质密度会比较不好 对 意思就表示他的骨头都很松 他可能这个一个跌倒 可能就会骨折 对 所以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其实呢 如果他没有运动 这种体型其实是很危险的 中间他的腰有没有 超级无敌细 好细 对 这么细的腰 但是呢 这么细的腰 你们知道他们会遇到什么问题吗 他很容易怎么样 会胀气 也会容易便秘 因为你要想 我们的胃和我们的肠 都有一定的这个大小 那他会这么瘦 然后呢 相对是不是这些胃和肠 就会很紧 很紧 卡在里头 对 然后呢 因为他这么瘦 你知道他一定东西吃很少 那东西吃太少的时候呢 你就会便便便不出来 就会很容易便秘 那你的胃就会胀在那边 也会不舒服 好 所以不要小看 好 这样子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其实怎么样 他们身体有很多一些问题 难怪老师刚刚一直说 什么体型可能都不是重点 健康才是老师的重点 对 就是这样的原因 小恐龙请说 可是 就是如果说回来减肥这件事情 那我怎么知道自己需不需要减肥 对 所以我们要有标准 那我各位学生的标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BMI 那我们的BMI就是 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 我们身高平常是用公分 对不对 我们要把公分换成公尺 体重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 假设你今天是30公斤 145公分 那145公分要换成公尺 就是1.45公尺 所以30除上1.45 再除上1.45 这个叫做BMI 在我们要开始讨论这BMI之前 我要先问大家 如果有可能 你还想要再更瘦一点的人 打圈我看看 我要瘦 里面有12个人都是想要再更瘦 老师 所以想要更瘦感觉是绝大部分的人 自然而然就会涌起的一个心理的声音 就大家都觉得自己不够瘦 所以大家都想要再更瘦 好 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到BMI吗 BMI其实是依照男生和女生 我们在12岁之前 会有分不同的年龄层 然后男生是 比如说我8岁的时候 我的男生BMI是多少 女生BMI是多少 那大家把刚才的身高体重算完以后 就知道自己的BMI 对不对 我们就再来对 看我们自己现在是过轻还是过重 还是肥胖 今天现场的同学 大部分都是11到12岁 依照卫福部小学生BMI建议表 11岁的男生BMI如果小于14.8 属于过轻 高于20.7过重 超过23.2就是肥胖了 11岁女生方面 小于14.7属于过轻 高于20.5是过重的 超过22.7则是肥胖 而12岁的男生 BMI值小于15.2是过轻 超过21.3过重 超过23.9则是肥胖 12岁的女生 过轻和过重的BMI值和男生是一样的 但超过23.5为肥胖 大家都想要减重对不对 但是其实你知道这里头 其实总共有七个小朋友 其实都是过轻的孩子 七个人过轻 可是你们还想要再瘦 有十几个人都举说 还想要再瘦一点 对 就是我们都没有肥胖 那我们只有体重 比较重一点点过重 有三个小朋友 所以其实大家都误以为 自己怎么样 太胖了 你们都想错了 自己真的没有这么胖 千万不要乱减肥 既然大部分的人 在这个BMI的计算里面 都是PASS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 对我们自己的体重 比较放心一点 然后继续往健康的成长路上 迈进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你一直都没办法克服 觉得过重的这种心理的疑惑的话 可能会发生什么结果呢 马上进行体验游戏 苹果的秘密 桌上有三颗苹果 首先请用眼睛看 用手触摸它们的差别 摸完之后告诉我你的感觉 你可以这样轻轻地 好 好 请用香 好 请问有什么发现 一瓶请说 这个红色的苹果比较硬 然后那咖啡色的苹果比较软 有香觉得 我也是跟它一样 怎么说 因为那个红色的苹果 就是真的很硬 然后可是咖啡色的苹果 就是真的很软 那你觉得咖啡色的苹果 有可能软到你可以捏扁它吗 有可能 你可以说到 但我要你先挑战红色的苹果 再来请尝试用手去挤压 这三颗苹果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好 加油 试试看 可不要小看它 颜色很漂亮 内容也很扎实 是不是要放弃 要 放弃 好 那换来 一瓶加油 用力 有吗 也许可以 你觉得呢 就算要捏出傲动 觉得是容易的事吗 不容易 不容易 好 那一瓶挑战这颗苹果 用力捏扁它 哇 哇 单手而已 马上变苹果汁了 刚刚在这个行动的过程里面觉得 就是很软 然后就一下就把它捏爆 这颗交给你了 有一点点 这颗比较硬 但是它已经变形了 你看它 有耶 你已经把它压扁了 那你试试看摸这颗 好 你告诉我 这两颗还有这颗红色的 给你什么感觉 就是软硬不同 怎么说 红色苹果最硬 然后之后 刚才这颗最 比较刚好 然后那颗最软 而且软得不得了吧 嗯 那你闻看那颗的味道 拿出来 闻看 如何 有 有点臭臭的 臭臭的 闻看 说如何 怪怪的味道 怪怪的味道 对不对 好 好 谢谢两位 请给她们掌声鼓励 好想玩 老师 我们刚刚是在捏 苹果大赛吗 就是两个不同的苹果 就会造就不同的结果 对 那到底为什么这两个 苹果不同 因为一个苹果呢 是把它动起来 然后我们再拿出来 一个就是正常的苹果 那你看动起来以后 苹果的外观 还有这个结构 也都改变了 对 那就要跟大家讲 就是说我们今天 平常在吃的东西 你吃进去什么 就会组合成你的身体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吃的不够健康 然后又故意减重 然后又觉得自己很胖 可是明明怎么样 不应该减重 那你就会像那颗苹果一样 受到外在压力 一来的时候 就没有抵抗力 就会生病 那健不健康 体重要不要减肥 我们可以有BMI来算 有需要才要来减重 没有需要 请大家不要乱减重 乱减重 会有很多不好的一些结果 但是也有时候也不要太担心 比如说假设我现在比较重 可是因为你们长的速度很快 有时候你们可能一个月 尤其是寒暑假一个月 你可能就会长个两三公分 差这两三公分 你可能就会立刻怎么样 变 从过重变成标准 所以有时候自己 在比较胖的时候 不要太担心 而不是说先少吃 而是要先怎么样 先让自己多运动 增加身高 你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 变瘦了 所以那什么样增加身高的方法 就是增加身高的方法 就是要让你的关节 有一个这个 关节这中间就是骨板 你要让它就是比较被震动到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怎么样 跳绳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去打篮球 晚上早点睡 早一点睡觉 你的生长激素就会比较容易分泌 你就会容易长高 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变瘦 这个是让你减重最好的方法 所以就算现在BMI的这个数字 好像还没有最满意 但也不要急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调整了 对 可是我刚才看了 我自己的BMI的指数 算一算应该是标准的 那我知道可能不用再减肥 但是隔壁班的小花 它就很坏 每次都是我胖 一直讲 一直讲 那我要怎么办 对啊 你上次都为了她 讲的那些话还昏倒了呢 对啊 哦 如果这样要怎么做呢 请大家用行动轮盘来解决吧 好 已经想好方法了 请举手 那我请佑贤先来 请佑贤从行动轮盘的这十个方法里面选择 你要采取的行动是 说出来 说什么 你一直说我很怕 我很不开心 对啊 而且你应该是喜欢我的个性吧 干嘛一直注意我的外表呢 是不是 对 好 我觉得你这方法很棒 好 请坐下 再来我要请旭民 请旭民也从行动轮盘里面选择 你要采取的行动是 离开 蛤 为什么 因为就走过去 然后当作我没听到 这样子就算了 因为我不希望跟别人发生争执 忽略 所以当他大声地说 你就好像有一阵风 然后自己这样静静地走开 这样是吗 旭民 我觉得很棒 慢动作的演出 好 那就要问老师了 谢谢旭民 老师我们就这样离开 默默地或是说出来 或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我觉得你们的方法都很棒 但是我们就要先回来就是 他说的是事实吗 他说的是对的吗 对不对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小恐龙刚才说 他的BMI算出来是正常的 标准的 但是隔壁的小花说他胖 那是不是小花说错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选择离开 但是小花她还是不知道 对不对 你可以告诉她 我很难过 可是她下次还是会觉得你很胖 我们要让她怎么样 让她来学习 什么叫做真的胖 什么叫做真的瘦 小花 是你错了 老师说 营养师说 我们要用BMI来算 其实我是正常健康的 所以老师你赞成 除了说出来之外 还要真诚地跟她解释 BMI的算法 让她的知识更上一层楼 对 所以经过今天讨论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为什么常常都会执着 希望自己能够很瘦 然后很高 可能是因为我们受到这个社会 还有媒体的影响 希望大家现在恢复冷静 变得更有智慧 要知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还有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来注意自己的体重 跟自己的身高 是怎么计算的 如果你能够让自己 又健康又快乐地长大 那我相信你身边的朋友们 也会和你一样 一起健康快乐地长大 好 祝福大家 谢谢 哎呀 刚才去算完BMI值才知道 原来我是一个很标准的身材 所以还是像老师说的 健康最重要 我再也不会乱减肥了 好开心想大声分享 说出来我陪你哈哈笑 好难过想用力地哭 说出来我为你准备手帕 好多话想让你知道 说出来我听你慢慢讲 好激动好多感动 说出来